康贝斯申请过程 下面的程序只是一个基本的指南 所有特定的应用都需要化学地的技术人员 与我们的客户一起评估和指导过程 请联系康贝斯讨论您的申请 以获得详细的定制方案 使用康贝斯的过程很简单 一名化学基地的技术人员 将对过程进行评估和指导 使用化工产品只需使用标准的道路施工设备 第一个过程 使用最新的设备 维特根威尔2001型土壤稳定机 及找瓶机和水箱与液体压实机 或者第二个进程 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设备作为替代 可以使用风机机和带喷水棒的水灌车作为单独的设备 平地机压实棍机和带喷水棒的水箱 有了现代化的设备 这项工作只需一半的时间就能完成 步骤一 施工前检查路面土壤成分和化学性质 需要对土壤类型及粘土 淤泥和沙含量 水分和pH值进行全面评估 Chembase技术人员将通过实验室测试证明Chembase系统在特定土壤上的性能 步骤2 通过撕裂并破碎任何大块的粘土来准备露面土壤 注意 稳定剂和活化剂分开应用 步骤3 在水槽中将Chembase稳定剂稀释倒锁 需量的水装有重力尽量的喷洒干或泵干 第一阶段 该过程是使用平地基 然后使用水箱将土壤稳定剂与水混合 第二阶段 该过程是再次使用平地基 然后使用水箱将活化剂与水混合 步骤4 在路面的裂痕处喷洒 Chembase稳定剂 切记不要使水分含量超过2%的最佳水分含量 步骤5 用平地基刀片将土壤和Chembase稳定剂混合 向一侧倾斜 然后向另一侧倾斜 将产品和土壤完全混合 步骤6 准备好第二个水槽 将所需量的活化剂稀释在正确的水中 步骤7 将活化剂喷在混合有稳定剂的土壤上 与平地基刀片混合 步骤8 将石灰涂在混合的土壤表面 如果需要 与平地基刀片混合 继续搅拌土壤 直到适合重整完成的路面层为止 步骤9 塑造路面 实现正确的交叉跌落 从而提供正确的排水 用平地基刀片使表面光滑 平地基完成后 用光滑的滚筒压实滚 光滑的橡胶轮胎压实滚压实表面 在未密封的路面的每个部分上 应在土壤至少压16-7次 步骤10 现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芯片密封或沥清耐磨面 步骤11 渗透剂现场测试加利福尼亚轴承比CBR应该在7天 14天和21天进行 以检查CBR值随时间的增加 有关更多信息 请访问Chembase网站 ChemChembase.com.au